中指冠軍賽第三站 在台中洲際棒球場開打 在比賽登場前 中信兄弟的粉絲 台中市長盧秀燕突然現身 市長今天專輯還會酬隊加油啊 對啊 酬隊我們主場 一定要在做中文 他要給他們加油打氣 直接進入中信兄弟的休息室 趕在賽前向球員精神打氣 中信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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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也不忘止了 指最近跑行程時刻穿著的球衣 市民朋友叫我姐姐一定要穿到 比賽結束 拿到總幹線 球隊開打前 盧秀燕離開 趕往下一個行程 而緊接著 現任中職會長 同時也是台中市長候選人蔡奇昌 按標定行程抵達 球隊成員 還有啦啦隊女孩 看到會長熟面孔 更是熱情打招呼 擔任會長必須得公平 分別向樂天桃園以及中信兄弟 賽前打氣 而談到選舉對手盧秀燕 前腳才剛走 政治人物要來支持棒球 我都很歡迎 也沒有 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那更希望 他們平常都進球場來看球 然後多來支持球員 球隊 蔡奇昌即便選舉形成滿檔 人就排出空檔 共襄勝取 緊跟著還得馬步停蹄趕場 參加造勢音樂會 中信兄弟對上樂天桃園冠軍賽 讓台中市長藍綠政黨候選人 先後抵達 直接用行動支持 賽里新聞 陳炳豪 SNG小組 台中報導 議員會 �sidejskal說